有些朋友说让我说一下我的专业 我之前一直没有提 是因为我的专业土木工程 它确实比较晦涩和枯燥 感觉说了也没人听 那我今天简单的就说两句 我在大学一年级 由经济管理学院转专业到了土木工程 后来就一直从土木读了上来 我读博的二级学科叫结构工程 我的博士课题主要是以南海岛礁建设为背景的 主要做的是海工混凝土方面的研究 我们国家的南海建设了解的朋友都应该知道 现在的建筑材料现在基本上都是用军舰 从海南广东这些大陆运输到岛礁上去的 所以就会让经济成本工时就都是问题 但是因为南海实在是太重要 所以现在南海岛礁建设的方针和原则 就四个字不惜成本 但是我们依然还是要站在长远的角度去考虑 所以如何去研发一种更加适合 更加高效 更加节能环保 更耐久 更安全的建筑 是南海建设的当务至极 那我的课题呢 说白了就是要研发一种更加适合 南海岛礁建设用的混凝土 我们都知道钢筋混凝土结构里面是有钢筋 而钢筋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很容易发生锈饰问题 尤其是在这种南海海洋环境当中 充斥有大量的氯离子 这些氯离子会通过内掺和外伸的方式 游离到混凝土里面的钢筋的表面 会去破坏保护钢筋的那一层钝化膜 促使钢筋犯人修饰 所以基于这样的考虑 我的课题就是说 不用钢筋 把研发出来的混凝土 做成制品 做成气体结构 去研究它的力学性能和热功性能 我们国家关于南海建设的科研项目 是近几年来才慢慢审批下来 才开始有人去做 所以关于这种混凝土设计成制品 这方面的研究 国内现在还没有 所以它也成为了我博士论文的一个创新点 做了三年的实验 写了一年的论文 所以我们国家对于博士的这个毕业的要求啊 就是每一本博士论文都必须要对人类科研 做出微小的贡献 并且呢必须要被同行所认可 因为我们毕业的时候要有盲审 盲审过后才能有答辩 答辩才能毕业 所以对博士真的是宽禁演出 但即便是经过了好几年学术训练的 通过了层层考核 终于毕业的博士 也不能称之为是科研的精英 因为一些重大的项目 重大的理论 其实都是由像杨振宁 牛顿 爱因斯坦 这样的0.01%的博士们去完成的 而其余的99.99%的博士 只能称之为是 经受过学术训练的科研工作者而已 我们只是在自己钻研的这个领域 懂得比别人多一些 其他的方面其实就是本科生的水平 只是普通人而已 所以博士没有那么高大上 尤其在我们做实验的时候 在我们土木楼后面的实验场地 放眼望去 那些扛水泥带子的 漆砖的 这个推斗车的 半混凝土的 就都是博士和硕士 而那个时候叫我们一声 张公或者师傅 可能更加的贴切 得云